明天 后天是五一加七了 大眼啊 你这五一打算上哪儿溜达溜达去 上哪儿不得花钱呢 那不行可炕上躺着吧 我跟你不一样 我准备去趟沈阳黄姑 赤资十块钱打折去 哥干过亏本事吗 那没好事我能说这个吗 为您服务我是小木 今天我是带着好事来的 黄姑区一元消费券 他来了他来了 从五月一号开始到五月三十一号 在黄姑区部分餐饮企业 以及实体零售店消费的市民朋友 可以免费领取最高三十元的消费券 在部分景区等文娱场所 可以领取到十元的消费券 甚至你在活动期间 购房购车都有不同程度的消费补贴 相当不错了 优民优惠嘛 我觉得对于我们老百姓有益的事 我肯定是要参与的 肯定会领啊 这也是好事 你就直接发钱就完事了 那么这个消费券 在哪领取又怎么使用呢 以餐饮为例 可领取使用的这个消费券 分为线上满三十元可使用的十元 以及线下满一百元可使用的三十元消费券 两种 那么这两种消费券 都是通过饿了么小程序在线上进行分期发放的 也就是说呢 大伙可以直接等到这个活动开始之后 根据自己的这个自身需求 通过线上进行预约领取 肯定有人要问 我领取到的这些消费券 是在哪都能使用吗 在这告诉大伙 不管你领取到的是购物券 还是餐饮券 都必须在沈阳市黄谷区指定的 这些参加活动的店家当中进行使用 就比如说我身后的这个 位于沈阳市黄谷区的沈阳天地当中 就有很多的店家参加活动 大伙可以放心的前来使用消费券 另外在这也提醒大伙 想要领取到这些消费券的话 你必须本人定位在沈阳 而且每个人最多只能领取两张消费券 这言丑五一就要到了 不妨在做好自身房屋的同时 领个消费券为自己的这个假期 添点色彩 这一百免三十是七折 三十免十块就是三三折 这合适啊这个 那买房买车都优惠咋的呀 买车按购车款1%补贴 买黄谷新建商品住宅 按合同备案价1%补贴 一百万便宜一万呗 真值得计划一下 难道不是说特意去占便宜一下 关键那不仔细 它容易占不着便宜 就注意一点就行 提前你和商家确认一下 别白跑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